大家下午好 那么它的质感的凸显 它跟环境的交融 跟自然的契合 那么这些都是它成为 建筑经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它同样有缺陷 就是说水聚的时候 水会漫进室内 所以造成维护成本非常的大 另外呢 它是在一个溪流的旁边 所以它的噪音也是非常大的 非常不适合休息 另外呢 它的空间是非常的潮湿 住在里面很容易生病 所以最终这个建筑 更多的意义是在于它的观赏性 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 阻止它成为一个经典的设计 所以我认为设计 它是没有一个简单的 绝对的好坏标准 我们经常说设计源自生活 那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笼统 因为生活涵盖的东西 太多了 这样的一句话 事实上对我们做设计的人 意义并不是太大 所以我今天我是想用我 从业三十年的经历 然后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设计源自哪里的一些理解 包括就是设计师 你该如何去寻找自己的设计之路 对设计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还是正式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陈卫群 上面有很多我的简介 有集美设计集团的设计总监 有美院的客座讲师 有违法高端定制的创始股东 还有一些区域的代理 同时也是未观设计的创始人 同时又是德国Occhio灯光的 广州深圳的总代理 还是影视公司的一个老板 然后同时呢 还是高尔夫学会的一个荣誉会长 这么多的头衔 那么设计在我的人生中 到底占了多少的比重呢 然后我这个设计师 还能够好好做设计吗 但是我的理解 其实设计只是我们人生的一条轨迹 那每一种身份呢 其实只是我看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 我并不希望 我看到的画面永远都是一个样子的 我是希望在我的人生中 能够去感受更多的风景 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的人生也会因此而变得美丽 那么以前是讲德智体 但是今天其实像金融 科技 商业 健康 还有时尚 这些内容其实已经是成为 我们必备的一种素质 这些素质其实都会影响 我们的设计观还有价值观 也会影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因为我们做设计 其实你就是在表达 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所以我认为设计师 你只有见多识广 才能够去引导你的客户 不然你将会被你的客户所引导 而陷入被动 那么这些圈层 其实是我不断自我提升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只有觉得 我只有不断地去学习 我才能够追上这个时代的脚步 才不会过早地被迫上岸 我感觉我现在还能够在设计圈里面 在遨游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事情 我希望我能够干到70岁或者是80岁 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非常重要 它改变了我的设计观 改变了我的圈层 改变了我的人生 如果没有那个偶然的机会 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我 那么这个是一个 我当时在云南丽江 做了一个民宿酒店 叫汉院一号 这个项目很特别 是由我自己去签约找地方 自己重新去做建筑设计 室内设计 甚至是经营管理 这些都是一条龙 都是我做的 而且当时我用了一种 比较超前的方式 就是众筹 当时众筹了 有40个股东 每个股东 大概就花个十来万 就成为了一个股东 利用这些资金 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做成了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众筹 我在里面 我结识了很多优秀的精英 包括了我的老板 我的太太 也包括了我身边最好的朋友 所以当时 因为我是主义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 那么我做的事情 确实是最多的 但是往往付出越多 你的收获就会越大 所以就是他们 把我带进了我人生的一个 第二个重要的阶段 就是家居制造业的阶段 我在家居制造业 一待就是13年 那么这13年来 我见证了一个品牌的建立和发展 如何去定位品牌 进行产品研发 建设渠道 培养服务团队 制定营销策略 做商业店面的选址 那么这些东西 以前也许在营销的书里面 你会看到 但这次却是实实在在地 走了一圈 让我增加了很多的 不同的感受 那我们深刻的感觉到 其实只有差异化 超前 稳定 讲究模式 这些才是一个做事情 能够成功的关键 所以我也重新 再解读 什么是设计 设计其实已经不是说 像以前那样 你可以有天马行空的创意 其实你所有 其实一个好的设计 你往往是需要有一个 能够遇见趋势的商业嗅觉 你能够善用当代的科技 你要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链 同时呢 你还要有一个非常先进的设备 你还要通过一个良性的商业运作 才能够实现你真正的设计价值的转换 只有满足了这些特点 你的这个设计 才是一个真正能够拿到市场 来应用的一个设计 我对商业是有不同的理解的 我认为设计是不能脱离商业的 设计师也没有必要去回避品牌 我们的设计创意 其实是离不开产品的支持 就像你现在有一个创意 你在空间里面 你想手一挥灯就亮了 再叫一声芝麻开门 那堵墙就打开了 有你最喜欢的场景 那么这些其实是在当代 是完全可以实现 因为现在都有这么好的产品的存在 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 不去依托这些产品 去实现你的创意呢 那么所以我对公司的定位 也有了一个战略的思维 下面三句话很重要 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算别人算不清的账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CEO 讲的三句话 但我认为这三句话 用到我们设计行业 也是非常的棒 其实我们都知道 做设计公司 其实是有几个痛点 一个就是设计师是最难管 培养好了又跑了 或者是成为自己的对手 第二呢 创意是很容易枯竭的 天天在想创意 材料也是一个头痛的事情 用量其实不多 而且要求次次都不一样 公司的样板间 从50平方 扩展到100平方 再扩展到200平方 其实利用率非常低 这些都是设计公司的痛点 所以我不想做这样的公司 那么我的公司 其实是希望 它能够从这种设计的 劳动密集型 转向系统的模块化 然后我希望是 从关注视觉的创新 转向关注内核的挖掘 我也希望材料的形式多延 转向材料的性能优化 就像苹果手机 出了十几代了 那个样子还是那样 但是它的性能 在不断地提升 同时大家还很愿意买单 同时觉得那才叫苹果 在市场方面 我认为应该做细分的市场 像我选择了 就是私宅市场 私材的市场 还有商展的市场 那么这个就是我做的私宅空间 其实非常的简洁 看上去好像都是一堆产品 但事实上 它是有它的精神内核在里面 因为我是希望我这个板块 是在服务一个高端的客群 能够依托产品的优势 把产品空间化 把工业设计的范畴 扩展到空间设计的范畴 为业主去打造一个意境的家园 那么我的设计之路呢 是做细分的市场 把产品空间化 用艺术 科技 人文来加持品牌 做设计做到现在 其实觉得使命感越来越重 我最希望的是 能够为客户带来生活品质的提升 为社会能够带来一个 健康的消费观念 不要总是寻求价廉物美 我想为行业打造良好的供求关系 为团队带来自我提升的机会 然后能够为亲人带来 幸福安定的家园 所以我认为设计不仅仅 源自设计 其实更原意 你人生中种种取舍的智慧 谢谢 谢谢